剛才其實馬路開車特別是鬧去 一定要特別小心 居然發生飆測的狀況 對 沒錯 人家有一句台語 叫做 強怕鄉 強怕無天龍 為什麼呢 說得好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連走在馬路上 連我們好好的在散步 都有可能無台無疾 叫人撞死了 你知道嗎 那事實上台灣曾經發生過 很多起莫非所思的案件 兩年前的十月 在哪裡 在台中東海夜市 發生了一件 大家看了會很爽的事 為什麼呢 有一個郭欣男子 他開著BMW的大漆系列 整個一台車 結果他因為前面有人圍停擋路 他人家這樣而已 那如果現在看畫面 四個男的拿出來 拿東西拿木棍球棒 棒了就給他砸破後面的擋風波里 從事實上 你知道這個家事 他要不要做什麼動作嗎 你砸我的車 我就撞你的車 他的車停在前面對不對 這四個男的車停在前面 他把他砸 他就是要砸破公司 我要跟你撞 我好就跟你撞 對啊 跟你撞 一大漆全顯 沒有錯 他的大漆很貴 米燕道你看那個後車 後撥 台灣撥裡被打破 你不是把我撞 你不是來砸我的車嗎 那他解釋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們母在車上 五歲的孩子也在車上 可是這個案子呢 有驚人的發展 為什麼 他們四個男子跑去逼起來 有沒有 他繼續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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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嗎 好 這種人就要把他打死 不過你按個喇叭 你有擋路而已 你去打人家 砸人家車子對不對 撞了以後 最後兩邊都移送法辦 不過呢 台中地區要特別小心 不過這個撞人家的這個 最後判五個月有期徒刑 另外四個都判六個月有期徒刑 就是這個樣子 雙輸 他就說 沒有 我要怎麼辦 難道萬一被他們拖下來 打死我的孩子跟老婆 怎麼辦 在台中的 那另外事實上 警方曾經在查這個毒販 結果沒想到說 查毒販的時候 那麼反而他毒販就把門鎖鎖起來了 就不理警方了 然後最後怎麼辦呢 最後警方就把玻璃打破 打破的時候他還罵警察 陪我 陪我 他還陪我 陪我 警方說陪你 然後他抓出來以後 裡面又有毒品 裡面又有改造槍械 然後警方你看 他們都是合槍實戰對著他 你如果蠢動的話 我就直接開槍打你了 所以後來還發現 裡面竟然有一個改造的塗造火箭筒 毒品交易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警方為了要 馬上現場逮捕了以後 結果警方飛車追逐 上面有四個人 那麼他們沿路這樣不斷地衝 衝分隔打衝哪裡 最後警方用警車去撞他 撞他了以後 然後再開槍指他們他 你趕快 趕快給我停車幹什麼 最後開了三槍 槍法也很重 為什麼 把歹徒的這個輪胎給打爆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警方不小心看到 裡面突出一根長長的像槍管的東西 如果是長槍步槍的話 那警察就危險了 你看到嗎 所以趕快開了三槍 打爆他的輪胎了以後 叫他們出趴著 然後逮捕他們 你看撞到分隔島 然後還逃 那除此之外 當然就是一起 我們這幾天發生在台灣 台北市南京東路 東化北路這個不幸嘛 就為了兩個小屁孩 就為了他們在台北市 晚上七點台北最交通繁忙的時候 下班時間就這樣衝進去 然後做資源回收的這個謝姓夫妻 跟旁邊的保全就叫龍蝎 一秒鐘之內決定他的生死 就為了你們這些小屁孩 在台北市 然後違規行駛公車轉秧道 還飆車 而且撞死人了以後 還不承認 還說他是這個只開五六十公里 六七十公里 還說他只是怎麼樣 講一大堆啊 還說是方向門失控 最後本來差一點用15萬交保 後來是沒有人來交保以後才收押 那麼還有本來要用過失之人余死 給他送 這個過失之人余死 這個刑期很低啊 最後改成殺人罪來送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確實危險在這個地方飆車 他確實可能有不確定的殺人故意啊 所以呢 還有他的朋友竟然去替他講話 你看多可惡 為什麼呢 你如果是這三位被害人的 這個等於說子女的話 你的爸媽被人家這樣子撞死 你作何感想啊 好 發生這起意外 其實全部讓大家覺得很驚訝的是呢 你做錯事你不知悔改 這就叫做無天龍 你無天龍 以外你再嗆說你是黑道 你本來就是壞小孩 好 我們來看看 他一開始嗆自己是中山聯盟的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聯盟也是他亂報的名號就對了 事實上他不是中山聯盟的 這個謝雅軒嘛 人家說他是北三會就是北聯的嘛 那其實這個北聯有沒有 據我知道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啊 他真的是北聯北三會的一份子的話 那照理說應該 大哥應該是會去把他保出來啊 不會說到了最後是沒有去給他交保嘛 就是羈押了嘛 他雖然嗆他這個嗆他那個 連中山聯盟都是要找他嘛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他做的這一件事情其實已經變成說已經變成說有點人神共憤了嘛 因為你這樣子開車在那高速行駛撞死的三個人 誰還想跟你攀上關係啦 那其實據我知道北聯邦有沒有 其實他們現在啦他們現在在地方啊其實他們都是在做什麼 他們現在都是在搞地方上的一些建設啦都根啦還有搞一些土方上的事業 那年輕人幹嘛呢 年輕人其實他們都是屬於像一些小屁啊 他們都是比較自力更生 他們都會幹嘛 他們就會做一些地下的遷渡 然後還會幹嘛呢 用一些肉質的中 用一些統治廠 就是拔武縣等等之類的 那有的是有會幹嘛呢 他們會吃藥 吃藥兼賣藥 有一個20歲的小弟他財力看起來是不錯的喔 就你所說北聯邦的營生 現在小弟都是卡卡丁 你是說那個被兩台賓士跟一台福特接走的這一個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他不是北聯邦的啊 因為網路上有在說他疑似是竹聯邦中堂的嘛 那應該怎麼說 因為說可能今天公司 他如果倘若是竹聯邦的成員的話 環社大會說 沒關係你去警察局把他帶回來 可能會去把他帶回來 說帶回來好好的詢問他說 今天你怎麼會跟中山聯盟結在一塊呢 那其實因為他背後是竹聯邦的嘛 竹聯邦的大佬他們大哥一定會是 看法會不一樣嘛 會覺得說你把他叫過來好好的詢問一下 講說你今天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甚至斥責他一頓 所以跟這個 就是還沒有交保這個謝亞軒的 處理方式會不太一樣 因為在黑道來看15萬 交保金籌不出來是 很臭的一件大佬 其實不可能籌不出來 只是說不想 不想要去把他交保出來 是 對 打死這個就對了 對 讓他吃點苦頭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瑞德剛講的 這個宮鞋鄉鄉鄉鞋沒天龍 小弟如果沒天龍起來 連宮的大哥、兄的大哥都會怕 最出名的是什麼事情 將他們老大睡著 他這個小四和金子丹那兩個 就把他們老大睡著 老大睡著的時候 在瓣嘎的時候 引起震撼 對不對 孩子 自己的孩子老大睡著了 這個東西是不得了的新聞 解釋出來的時候 他又回去瓣嘎 他回去瓣嘎 他對什麼人你知道嗎 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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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不知道又怎麼樣就對了 兩個不知道又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小四 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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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出來的時候 我好心幫你收留 對不對 還怎麼說 我也是幫助你 結果 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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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我們聽說台灣還沒有一條 大四 同時 大四三個樓大 簡直小事而已 大四 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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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 需要怎麼辦 走路了 他走向香港去 走向香港去 從什麼 他 來往香港和泰國之間 在賣賭 賣賭才有金錢 賣賭才有菠火 結果他內不知道 從哪裡聽到一個風聲 刑事局聯合泰國的警方要抓 你知道嗎 要抓的時候他聽到這個消息說 我們要抓 怎麼可能讓你抓 他前往日本 前往日本的時候 他去投靠有人 我說人還是 個性怎樣 牛 抗到北京還是牛 你知道嗎 鄉 你走到哪裡還是鄉 他不會說 因為國外就比較保險 他走到路的時候 三個警察 要把他領袖 看他怪怪的 要把他領袖 二發不時我穿起來 三個警察 砰砰 兩個中心 一個沒問題 你知道嗎 太離譜了 連日本的警察 他們就砰砰砰 你要想看看 所以他轉到那裡 就去日本抓去了 抓去的時候 我覺得日本的 那個法輪的那邊 大小兩個警察 說這裡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 砰砰砰 砰砰砰 砰砰砰砰 甚至家裡有時候開連鎖餐廳 人家在那邊混 那他說他那時候有沒有 其實他因為他混 以前我們混就可能混電動間 那時候以前頭五塊 五塊打電動嘛 在電動間裡面打電動 打到被欺負啊 那因為他的外表看起來就是 那就是那種很瘦弱那一種 人看就是要求 要算這樣 結果他後來那時候 他就是被三四個人欺負 那後來他就問大哥說 那大哥那出來混的話 我要怎麼樣才能 我要怎麼樣才能跟你一樣 那大哥就跟他講說 第一嘛 你要夠狠 第二 你小弟要多 第三 你的錢要多 後來這個阿發就覺得說 大哥 我三個都沒有 因為我又膽小 我又不夠狠 那我才剛出我哪一個小弟 那錢多 我也沒有錢 是爸爸媽媽有錢 後來大哥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 你這三個都沒有 沒關係 你就好好的 慢慢的跟著我 到處去收帳 那時候我們應該是15歲 還沒有16歲 那後來我過兩年多 那時候遇到他的時候 我們都剛滿18歲 我再有一次應援機又遇到他 哇 不得了 那時候阿發 我們也可以 我也可以叫他變成無膽法 就是很無膽的就對了 你看著他就怕到了 那時候遇到他的時候 不得了 那時候他的小弟 最少最少 那時候帶20幾個 跟在他旁邊 就在一間泡沫紅茶店 那帶那麼小弟 他們是要幹嘛 我是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跟他聊天 我說 你怎麼會突然一瞬間 感覺整個都不一樣呢 而且以前是很瘦喔 後來整個16歲到18歲的兩年 他本來從100 大概159、160 突然漲到了大概175、176左右 變得很高 整個都不一樣 然後他就說 他這幾年 跟著當初提拔他的那個大哥 四處收帳 我說收帳 收什麼帳 他說以前收帳就收兩個帳 一個就是酒店的帳 酒店的帳就比較容易收 那就是都恭喜小 那第二個他說就是 處理不回來的帳 就是一些賭帳 那我說 那你到底學到什麼 他說他這兩年 他就是四處都到處拿刀 然後收不回來的帳就帶著小弟 只要帳收不回來就衝第一帶 再帶頭去砍 所以他現在他說 他跟他小弟有到五十幾個 那時候有一個金主就有一筆 在桃園700多萬的債務 要給阿爸去處理 可是大哥有點他 說你最近有在處理一條700萬的 你不要去處理 很多人要去處理 都知道說對方 或者是這個事件是你 這個事件到底前一後果怎麼樣 就不去碰他 可是阿爸就覺得說 沒有我處理不回來的帳 而且700萬的 700萬處理回來 可以拿350的 阿爸怎麼可能會放過 那阿爸甚至還有直接打電話到桃園 這個賭場的 就是這個要跟他要錢的這個 欠700多萬的這個 然後打給他 對方跟他講說阿爸 我跟你說 你這個錢 我有跟你們剛才說過 你這條小子你不要去插 這是我跟他之間的事情 然後有時候我把阿爸撈開就對了 後來阿爸就覺得說 他被漏氣其實也很不爽就對了 後來他就召集了二十幾個小弟 就直接車開了 就直接到桃園的溫中屋那邊 直接找這個雕頭雞 那他們那時候是一個鐵皮的工廠 後來阿爸他們就說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去 他記得我們就是 在這裡就是找一個老闆偷襲就對了 後來他們因為進去 因為進去只是藥障 怎麼會知道說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東西也沒帶 就直接進去這個鐵皮裡面 一進去啊 燈一亮的時候 對方啊 也沒有跟他第二句 對方就衝出人 人大概多他一倍 就衝出三四十個人 對他們這二十幾個人 就一陣猛打猛砍 結果阿爸他們這幾個人 真的是算是勇將 還跑出來喔 跑出來車裡面拿刀啦 拿棍棒啦 衝進去打就對了 最後的結局就是 全部二十幾個人都被砍成重傷 那最嚴重的就是因為阿發 因為阿發跑出來以後 還拿著刀再衝進去砍 因為他算是勇將 結果後來阿發被砍成植物人 好好的一個富二代呢 最後變成了植物人